你们几个 上去查看情况 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带走 你们干嘛 不是我 跟我没关系 别挣扎了 说吧 为什么谋害宁院长 我真的没有 我去的时候 宁院长已经被害了 我们已经派人 在学院里调查过了 有人说 看到你一个时辰之前 便出没在藏书楼附近 那是污蔑 是谁 我要跟他当面对质 把你看到的都说出来吧 一个时辰前 我在藏书楼附近等人 就看到 就看到凤舞进入了藏书楼 我没有 我没有 我的丫鬟可以给我作证 我一直在女请楼里面 根本没有出去过 你自己的丫鬟 当然向着你 你为什么要诬蔑我 我没有诬蔑你 我是确确实实地看到了 下去吧 嗯 嗯 事到如今 你招还是不招啊 我没有做过 我为什么要招啊 宁丸不灵 等一切水落石出之后 叫学院查办 喂 我没有啊 哎 所以 你到藏书楼的时候 宁院长已经死了 是 本来我只是听到宁院长 要去藏书楼查阅典籍 便想着跟去看看 以防有何变过 不料正巧遇见了此事 就想着 借此事 或可除掉 圣后宁的心头之大患 没想到 凤舞正好也去了 他现在 定然是百口莫辩了吧 说是心头患 这凤舞 也是你的心头大患吧 本来我只计划着 借着圣君生病的这个契机 扫除军武学院里 潜藏的一些障碍 既然现在机会来了 那我们正好一网打尽 你说凤舞 这绝对不可能 我也不相信凤舞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之前 我和他在边境城再次相遇之后 总觉得 他和之前大不一样 以凤舞的实力 根本不是宁远长的对手 更不可能将他杀害 确实 不过想想 之前和我比试时 凤舞也发挥了超长的灵力 所以并不能确定 他的背后 是否还藏有 今天的阴谋 你说的这些 都只不过是你的揣测而已 但是军武学院内 所有灵尊级别的灵士 都在圣君病倒之后 被传唤至玄武大厅 遇害现场只有凤舞一个人 他只能是最大的嫌疑对象 凤舞此刻在哪儿 在面境室 等待问审 我要去找他问清楚 你也敢拦我 君殿下 我知道你与凤舞素来交好 但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劝您还是不要强出头 等我们把一切查个水落石出之后 再商量如何处置吧 是啊 殿下 您是君武一族的继承人 担负着守护万民的责任 希望您谨慎行事 奉圣后的命令 不准您离开此地一步 圣子 得罪了